这也太爽脆了 四十多度天气一定要来一份红油笋丝 红油笋丝需要准备好嫩笋 竹作为碎寒三游与四君子之一 以其正知坚韧著称 深受古代文人喜爱 西汉末年刘秀平乱后求贤 成都一大辱因前朝诗意隐居拒不出事 刘秀派说客皆无果 一致者以红油竹笋赠之 欲太平盛世邀其出山 老兴圣物出山辅佐 红油笋丝象征太平与知识之至 流传至今成为家常家肴 将嫩笋切成粗丝 我们把切好的嫩笋焯水备用 碗中加入盐白糖味精酱油醋 芝麻酱蒜蓉调匀 加入辣椒油香油调匀装盘就好了 这道菜作为川菜中的红油味心 有着色泽红亮 咸鲜辣香 回味略甜的菜典 哇 鲜蛋